平安 欢迎收看好消息 谷渡瞭望 我是陈凯丽 这一段期间全台湾风奥运 这次中华队表现不俗 夺牌打破历年参赛记录 总共获得二金 四银 六桶 是疫情期间国人最疗愈的消息 尤其颁奖台上播放国旗歌的场景 总让许多人感动 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主内的卢彦勋和丁华田 还有在羽球男单八强止步的周天成 他其实是富商上阵 但是也给世界排名第一的对手极大的压力 来听周天成的访问和谈谈他的奥运之旅 也拿到金牌了 所以已经拿到天上的赏识 所以我相信在上面应该有一些奖牌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冬奥止步八强 追凭个人最佳成绩 是台湾第一位连两届奥运都进八强的男单选手 但以金牌为目标的他 面对这一次身体的不是 心中人士对上帝满满的感恩 深信上帝的意念会高过一切 当然还是希望会突破 那就很可惜嘛 就发生一些意外 所以就不能说没发生 就一定会进还是怎样 可是几率还是会提高一点吧 所以还是感谢主啊 给我这个可以站上奥运舞台的机会 那不然其实我可能没办法站在场上 即便有失落 但他相信这些转折都要成为他下一步前行的养分 更承诺球迷朋友们会努力再战2024的巴黎奥运 所以预计我是预计是打到40岁 所以我觉得要有更坚定的信心 才能让这个见证更加的真实 而不是说他就是信了上帝 他就好棒棒 那你就是要持续相信 不然这些事情 可能真的就会流失掉 调整心情重新出发 盼望在羽球场上继续的为主发光 以上是固定新闻中心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今年东京奥运台湾代表团 最年轻的成员丁华田 带着全台湾的观众 进入睽違半世纪的女子体操殿堂 私底下的她纯真乐观 我们一起来认识她 中华女子体操 在睽違了53年之后 再度进入奥运殿堂 代表台湾出赛 是年仅18岁的丁华田 背负全台的期待与关注 虽然未能进入八强 但因着她年纪还年轻 相信未来精彩可奇 谈到这次首都进入奥运 她却能以坦然的心情面对 其实这次对我来说 反而压力不会那么大 因为 因为虽然说是很期待 很就是觉得 好像背负了大家的期望啊 或是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这一次 就是 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 就是上帝给我 整青春的年纪 每天却与练习为伍 相较于同年龄的孩子 丁华田对身为运动选手 有超乎年龄的体悟 觉得这就是一个代价吧 你要练 你要专注在这条路上 你就必须要付上的代价 那我之前也是有羡慕过其他 就是一般的高中生啊 国的高中生 他们下课就跑去玩 后来我会发现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是在做一件 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对然后 然后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 其实身边也已经有很多朋友了 就是 所以我觉得我这条路上走来 我觉得现在来说 我完全不会后悔 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 礼拜天的休息时间 让他得以有稳定的聚会生活 那个辅导集就跟我说 就那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说 就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上帝还是仍然是爱我的 仿佛一道光照进心里面 是说 就是孩子没事 没关系 你还是被爱的 祝福丁华田未来的体操生涯 在战三年后的巴黎奥运 以上是GoodTV新闻中心 台北采访报道 每一位选手在场上的一分钟 背后都是汗泪交织 累积多年的辛劳付出 不管有没有拿奖 都值得国人的尊荣和肯定 担任本届奥运中华台北举起手的 网谈名将卢彦勋 在东京奥运男子单打赛事当中 首战败给了本届冠军 德国球星资维列夫 为职业网球生涯画下了据点 37岁的卢彦勋 20年来征战无数 曾经五度于亚运夺牌 2010年温布敦网球警包赛 闯进了前八强 用球拍打开台湾球员 在世界网谈的地位 我们专访到刚从日本返台 正在隔离当中的卢彦勋 和他的哥哥兼教练卢威如 分享一路走来的恩典 面对职业选手的最后一战 罗彦勋说这是他第一次 不用考虑接下来的比赛 及训练 只专注在这一刻 努力借助每个细节 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个时刻 我把他这一个多礼拜 把他当作是十年的感觉 去感受去运用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 因为他是奥运会 还是很感谢感激啦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 不是你自己能够 我多么努力就可以这样子 很多事物都是 有一些事情 你是真的自己没有办法掌握 你可以弹开卢勋勋今年的比赛 我们总共只赢了一场比赛 那这对他来讲说真的是 其实是很难受的 对因为对一个选手来讲 胜败是很重要的 可是你几乎 今年我们几乎就是面对失败 甚至在比赛之前 他也是在怀疑自己要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来打这个奥运 到底是为了什么 除了为了国家以外 我觉得我来到这边很难受 因为我知道我可能 也打不赢这场比赛 因为自己的状况真的 说真的没办法跟鼎杰的拳手去 可是我只是安慰他说 没关系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几年前 我们就定下的目标 至少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台湾的男子网球 在这个奥运的殿堂里面 我们没有缺席 20年来的运动员生涯 卢彦勋曾面临父亲奏事 受伤开刀等人生低潮 这个球场老将一路坚持刻苦磨练 回首过去 卢彦勋也微微道来支持他的力量 厂长你要在球场上站这一两个小时 不管是输还是赢 然后其实你都需要花 好几百倍好几千倍的时间去堆积而成 中间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你会遇到很多 心灵上的一个挫折 也好球场上的一个挫折 甚至当然也有喜悦的部分 也有什么问题 你会觉得说 这一两个小时站上球场上 你是这样子累积堆积出来 你能够顺利的把它完成 然后你不受伤或者是说 你没有任何你不能够面对的一些问题 来结束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我都有批评 就是说表示说你还有替自己努力跟下一场的机会 所以我唯一能够控制就是 但是他对我来讲不是我的信念跟我的想法 我相信背后支持我的 不管是我的信仰还是我 他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你要站起来 但是当我不站起来的时候 前面的这些困难 其实都是我的信仰跟我支持的人去支持 去给我这个力量让我继续前进 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我自己的 这个脚步我不要踏 这个球我不要打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每一场比赛下来 不管是如果我会upset 但是最终我们回想起来 其实我们很幸运的是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upset 我们还有机会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我们一般训练 训练十颗球打一个地方 那你如果七颗能够打到这个目标的话 其实就会说你不错不错 可是他的想法会去想 会去钻那三颗就是说 为什么那三颗没有做到 我应该要十颗都要做到 对我是觉得这是他长久以来 不断的在进步的一个原因 卢彦勋勋的下一步 将和哥哥卢威如一起建立网球学校 希望把他们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和培训的资源传承给下一代 希望未来台湾的网球选手 可以不必经历他们一路碰撞的艰苦 他们也说只要能够为台湾做一点什么 一切都值得了 我们衷心祝福卢彦勋 也感谢他过去为台湾所做的努力 选手们在东京奥运上挥洒汗水 场外也有一群宣教士为着福音来努力 在东奥期间 几个宣教机构也前进日本 把握难得传福音的机会 2020东京奥运如火如荼的转开了 在世界瞩目的同时 许多福音机构把握这次机会 像99%还不认识耶稣的日本人 分享福音 嗨 自由英语 来参加我们 国际宣教拆会和当地教会合作 以发送饮料 奥运徽章 基督教梦画和街头英语教学等 热情有趣的方式 在东京市中心和民众交流 我们在vens纣运造园 helping to put in 一jud独天台中市区 你好像眼前看看 今天我们在 opened 5 minutes English 也能认识80人 我们给我们百分之百福音权 他聽到他的罪離他從神 而回到耶穌和承受耶穌 是唯一的方法 是唯一的方法 讓那條路回到神 他顯然感受到那裡 他開始在握進 非常專注 福音使命出版社 在這段期間 發行介紹奧運金牌得主 埃里克·利德爾宣教士的福音小書 還有兒童版本 透過日本世界運動宣教團 和新生宣教團 分送到400多間教會和機構 也寄放在店家 幼兒園 或到街頭發送 對於日本的祈禱 對於日本祈禱也不停歇 日本國際體育合作組織 發起日本一輩子祈禱祈禱運動 參與的代導者可以在網站上 記錄祈禱的時間 同時接收奧運選手的祈禱資訊 我們在2024年中 我們在2024年中 日本人提供 100萬人成為 是10萬人的 神祭壇 國際 神祭壇 虽然因为疫情 可以到访的日本宣教士有限 这份福音的圣火 不会随着奥运而落幕 将持续开枝散叶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 综合整理报道 世界华福中心7月31号 首次举办了总干事的交接 当天除了现场牧者 为新任总干事董家华按手之外 线上也有跨国的牧者同步祝福 致力在连接全球华人教会 实践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的 世界华福中心7月31号 举办第七任总干事线上交接典礼 有人在香港的陈世青牧师 交棒给年仅40岁的 台湾实牌新友堂董家华牧师 陈世青牧师直言 这一次的交接 刻意地选择了80后的青年 盼望缩短上下世代的断层 盼望能够透过华府的平台 来去凸显在华人教会圈子里面 领导臣应该要信任跟放手 给年轻的一代 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寻找董家华牧师 他比我年轻20岁 这是也是经过了祷告刻意的选择 真的是刻意的 上帝在我祷告当中 把他带到我的思想里头 那么然后呢 在经过那时间以后 才把这样的一个人选提交给 我们所谓的总干事的提名委员会 从2019年确认人选到正式上任 陈世青牧师与董家华牧师 同行了两年的时间 过程中保持着华府45年来 致力在连接华人 并且提供具体的福音策略 跨代 跨界 跨文化宣教的本质 运用新的手法 像是透过TipTok名人讲座 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也自有Podcast YouTube等等 多媒体的节目 连接全球华人教会领袖 从不同的专业领域 跨代来探讨信仰生活的时间 交接仪式也邀请到了 世界华府各区主席祝福 一同见证华府新世代的兴起 上一代的牧长们也表示 绝对倾囊相受 成为新世代坚强的后盾 他成为信友堂所拆派的宣教师 我很佩服华府的董事会 一位这么有胆势 或者也这么勇敢 愿意邀请一位这么样年轻的弟兄 来承担这么重的责任 我想不是只有董牧师的才干 或者是他的恩赐而已 我觉得是整个董事会 华府的董事会 或者华府的长治委员会 他们很了不起的决定 我觉得很像是被一群哥哥姐姐 然后给牵着 然后是被环绕的 是真的觉得被爱 被爱着的 一切的改变创新 从聆听开始 所以当然我现在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聆听上帝在不同区 不同地区 上帝在做什么 以及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那我觉得我有从这边开始 所带出来的创新更新 才是真的是祝福他人的 而不是只是自己要做的事情 世界华府总干事传承交接 开启华人教会 两代同行的新篇章 也迈向华人教会 在合一的旅程上 更向前迈进 以上是顾虑非诚问中心 台北采访报道 45年前 圣灵感动 70多位华人牧者领袖 在洛桑大会当中 领受了华人教会 天下一心的意象 为了连结四散 在全球的华人教会 发起的世界华人福音运动 建立福音性策略的 国际会议连结 不少华人事工机构 在华福运动的影响和协助之下 相继成立 目前华福在世界各地 已经设立了 75个华福区委会 落实各地福音的工作 也运用新媒体来拓展事工 切身实践广传福音 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 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次跨国线上举行的交接典礼 确实也像如同是开启神圣想象力 这个主题一样 展开了一个跨带跨界跨文化的一夜 而最受关注的是 40岁接任 这个已经有半世纪的 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 董家华牧师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 董牧师和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牧师平安 平安 大家好 那我很好奇 您在后任总干事之前 对华福认识多少 是什么样的因素 触动你这样一个初心 2011年那个时候 我还在美国募会的时候 当时的刚退下来的 华福总干事李秀全牧师 他回到洛杉矶 然后我在跟他一次 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听到我对教会合一的负担 他就突然拿出了一个 应该像匾额的东西吧 上面就写 华人教会天下一心 广传福音直到祖灵 他就问我 有没有听过华福 我不太好意思说没有 但是那是 其实应该是我第一次 正式的被介绍 华福运动是什么 那但是从那一次 2011年到后来被征询 其实我除了2018年 参加过一次 他们在香港举办的 青年使命门徒培训营之外 其实几乎是没有任何接触的 所以当时你叫 华人一心 你的 华人教会天下一心 天下一心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很感动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讲到华人 都会想到一盘散沙 那所以我那时候 听到说是很感动的 而我那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天下一心的一心 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觉得唯有如此 华人教会才有可能 放下我们的成见 一起齐心为大努力 为大使命而努力 因为在世界各地 坦白讲 很多时候 华人教会给人的印象 包括第二代 第三代的印象都是 我们外斗外行 内斗内行 好像我们连自己 看待彼此 都没有办法相爱合一了 怎么样去谈 去爱灵舍 爱仇敌 那后来在美国 幕会的时候 看到两代之间的张力 不论是 讲中文的第一代 跟讲英文的第二代 或是不同时候移民到美国的移民 之间的张力 我就看到世代之间 然后也开始看到文化之间 还有就是不同领域 比如说有些基督徒 他可能是在家里是一个样子 在职场是一个样子 在教会又是一个样子 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同的界别 我们过的生命是互相撕裂的 是拉扯的 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深的 有一个负担就是 如果华福运动 今天要往前走的话 其实华福运动最宝贵的 一个地方就是 它的区委会 是散居在世界各地 那很多时候我们闷着头 在自己地方的时候 我们把焦点都放在 自己的社会 自己的国家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 上帝把我们放在 这个世界的心意是什么 但很多时候 透过跟其他地区国家 不同世代的人 不同领域的人 有真实的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 会突然有一个 Aha moment 是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上帝让 比如说台湾的教会 走过过去的路 原来是上帝 要使用台湾的教会 在未来的路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香港的教会 过去走过什么样的路 因为在上帝更广阔的 国度里面 他们要扮演另外一种 小色 我觉得就好像在拼拼图 看每一个小块拼图的时候 都觉得没什么 而当我们一直专注在 自己那一块的时候 也觉得很无聊 可是当你看到一个 更大的画面的时候 然后突然能够放在 对的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带来一种 使命感跟一种兴奋 就是上帝的国非常广大 所以华福运动 这样的一个异象 吸引了你 当您接受邀请的时候 这两年 情人总干事 陈世青牧师 说一说 找个例子 描述一下 他怎么带领你同行 开始跟陈牧师的互动 是很客气 很谨慎 尽量不想要踩到 他的这个界限 可是在这两年 同行的当中 我真的很感恩 我觉得陈牧师是一个 无私 有国度胸襟的长辈 他 在一次一次互动当中 我觉得我们越来越 彼此信任 而且我觉得是 他先选择信任我 而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我一步一步的信任他 所以我是很感动的 那加上我上个礼拜 刚接任 过去一周 其实很密集的 跟华福的同工团队互动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 感恩陈牧师 真的是把一个 很美的团队传承下来 这个团队我觉得 我会用两个词 来形容这个团队 很单纯 很努力 我觉得 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团队 您这一次接任 的时候也提到说 您希望自己可以担任一个 桥梁的角色 所以您40岁 然后接任这样一个位置 您怎么去看待 您现在自己领受的 要连结 要创新 要共创 要促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看法 可以分享一下 是 我想华福作为 桥梁的定位 三个词 就是连结 促进 共创 你就想象 在一个城镇发展的时候 通常它都是在水边的 水代表资源 可是水也把陆地 分成两个地方 所以连结就是搭一个桥 可是光连结没有用 因为桥搭好 没有人往来 是没有用的 所以促进就是 人 资源 货物 思想的交流往来 而最终 它带来的 并不是桥的一端发展 另外一端没落 而是两边一起发展 我想这是 全球华人教会 跟彼此连结 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当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的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就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里面 面对我们自己面对的挑战 但当我们跟彼此真实的连结 开始有促进交流 真实对话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有一些是 可以一起面对的 甚至从别人的眼光 让我们看到一条新的出入 以至于可以共创 全球的华人教会 跟普世教会 一起面对挑战 一起在福音的使命当中 兴盛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也想 也是那天就职典礼上 戴基东牧师 很感动的就为您的祷告 可以想见的未来 您怎么在国度的侍奉 跟家庭当中 这个角色做一个平衡呢 所以在未来的服饰当中 包括为什么2019年 我答应接任华府的 唯一的一个前提 也寻求的印证 就是董事会能够同意 我不搬到香港 其实也是顾虑到家庭的需要 2019年的时候 其实都很平静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考虑到别的 很单纯的是 我如何让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 是在一个有团契生活的地方 有亲人支持的地方成长 以至于他们 我是带着全家一起去服侍上帝 而不是抛弃家人去服侍上帝 是 我相信您承接这样一个 神圣的呼召 圣灵也必定与您同行 谢谢牧师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这次好音乐入围的白首精选诗歌 有来自各国不同的语言 真的是各族各方都一起来敬拜颂赞上帝 闽南语的说话的方式 它有一个韵角非常非常的特别 也很美好 为你唱新歌节目 从八月起将陆续介绍好音乐百大入围精选曲目 在闽南语专辑介绍中亮相的有 高游 高游 高游冰我为了相高 为你来我 为你来我 是你的世界 多元的曲风让观众对闽南语诗歌创作为之惊艳 其中摇滚风的 两位年轻人分享创作初衷 因为这些可能叔叔阿姨们 伯伯伯伯们 那以前可能比较容易会排斥血腥格 但这一次反而因为 可能有 因为有就是自己的孩子作曲 所以他们很愿意去听 我一直对于自己的土地有一个很深的情节 我们如果不用就是这些 我们自己土地上面连接的这个 不管是语言或是文化 甚至是音乐的类型种类 去连接他们 或者是去触碰这块土地的话 那我觉得太可惜了 不管是哪个世代 不论是哪种语言 都同样颂赞着创造万物的上帝 顾TV好音乐 百首精选入围歌曲 各方各族的语言 也展现了词曲特色 罕见的马来语背后创作故事是马来西亚团队 在宣教合场上回应当地的需要 让诗歌能唱进沙老岳原住民的心中 很难 很大的难度 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又要查考圣经 埋了我们的圣经 我们的翻译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求它 就让求助其他的人来帮助帮我们看 所以这个过程中也是很艰难一下 这首客家族群的诗歌也在初选中脱颖而出 创作者谈到心中强烈的负担 台湾信主的只有0.5% 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少听到客家 看到客家 但是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就是即便是又大又难的事 我们仍然是依靠主 一起唱新歌来为主打歌 为使好歌被传唱 即日起至8月底 邀请观众每天 每首 每人一票 一起参与这场诗歌票选 顾TV新闻中新综合采访报导 这么多好听的诗歌 现在您都可以在好音乐官网听得到 到8月底之前是网络投票的期间 每天每个人都可以投下一票 欢迎您上网支持最感动您的诗歌 愿神伺服您和您的家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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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见